Lio聊世界以天氣都可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氣的阿拉伯地圖 各位,最近我的舌頭有點破掉的關係 所以現在講話有點大得鬥 所以講話有點發音不標準 還請各位多多見諒 那先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是HERA 終於來到了3000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改成3000 天梯分數玩家 以前我們說鍵盤3000加 他是真正的3000加 那HERA他的3000加第一場比賽 就遇到了台灣高手Z40 Z40他的玩法風格會比較偏鐵頭類型 就是一直出兵一直爽 A就完事,不是A就完事 出大量兵打就對了 那我也蠻喜歡這種風格 我覺得每個選手的風格都不太一樣 這也是世紀帝國比賽好看的地方 好,我們來看一下大家出生點位 10點鐘方向的Z40 選擇到了蒙古人 蒙古人的特色是其實野生動物速度很快 而且肉馬跟草原騎兵城堡時代開始有血量加成 他的馬弓跟寶兵蒙古突起也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整體來說還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跟馬弓路線 木兵路線也沒有大槍兵 但是一些特殊情況的時候 還是可能要考慮升級重裝長槍兵去做防守 整體來說蒙古人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明 很多玩家都喜歡玩這個文明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的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反骨一點 越弱的文明我越喜歡玩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HERA選擇到了波蘭人 波蘭人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波蘭人在近期的表現當中也不會說到太爛了 至少有T2 要說到他是T1文明可能是有點困難 但T2的話可能還有 波蘭人他的大莊園在旁邊撒下農田 可以獲得立即8%的食物採收 這個資源採漏速度非常快 他的騎兵路線是他的主軸 他的重裝騎士可以點下貴族特權 讓他的騎士只要30塊黃金就可以造了 而且他的重裝馬弓也可以打 也有拇指環 而且也有強盧 而且他的劍兵武士是正常的 但是沒有軟甲 主要還是要透過自己的 戰錘兵 去反擊駱駝 或是反擊對方的遊俠 因為他沒有搭槍兵的關係 所以在實戰上來說 會有一些劣勢的情況存在 他現在的肉或許很快的關係 而且4級 現在肉賣的更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HERA在這場比賽中 會怎麼去運用他的肉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起來HERA的地圖是在下方有一個 上方有一個 兩個附近的位置 我覺得還比較糟糕是這個 這個可能還不是太大的問題 前面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前期的果子也在前面也是 不太好的一個消息 但是如果能把這裡圍起來圍死的話 對於HERA來說 有這個大量的空地 可以去撒農田 讓他的經濟增長會非常非常快速 GC這邊的地圖看起來 黃金的位置跟HERA一樣 對角線都是一個正前方的附近 這個附近的位置就很糟糕了 因為這個是偏外側的位置 感覺跟HERA也是差不多 但是墓區來看 Z40是相當劣勢的 他只有兩片墓區可以用 HERA則是有比較多片的 這一片 然後這一片 這一片 這一片 可能也可以稍微 因為他這個厚 厚度是長條形的 並不是很久的 所以要騷擾的話 這邊圍死還是可以挖的 所以HERA的墓區來說 是優勢於 Z40這邊的 但是Z40這邊有個優勢 就是小微很舒服 他的果汁跟主金都在裡面 所以這邊稍微小微一下的話 就可以很快出關了 甚至防守不用耗費太多的心力 反觀是HERA這邊 因為地形比較大 所以要維持也比較困難一點 投資成本會大於 就是祭司寅這邊 好我們看到 祭司寅這邊是用兩隻肉碼 去趕掉了HERA的一隻村民 那HERA這次3000分之後 我看他上去之後 完全沒有輸啊 那最後是誰把他送到了3000分 那就是HART HART沒想到直接一路 幫HERA送上去 但我看HERA那幾場比賽 也沒有感覺在送 而是打的蠻認真的喔 但是還是要來看一下 HERA對上Z40這個精彩的 比賽喔 畢竟是3000分以上喔 這個心態喔 總是會出現點變化 這場來說都會有點膨脹 我好不容易打到鑽石 大師中師 心態就飄了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HERA這邊會不會飄呢 哇Z40這邊真的是瘋狗流 A就完事 上去一直A 我也不管你有沒有反制手段 哇直接硬抓了兩村 這就是Z40的遊戲風格喔 通常我們看到VIPE或HERA會一直 盡肯的 不會想去浪費自己的弱馬血量 但是Z40的選手風格 他就是有機會抓對方村民 那我一定要硬抓喔 因為之後可能就沒機會了 他可能想法是這樣子喔 我也不確定喔 但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的優缺點喔 當然你看喔 Z40這樣硬抓下去喔 直接領先兩村 哇這個經濟就不會太落後了 因為蒙古人本身來說 他的打力速度加成之後 就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了 在 破爛撒下農田之後 往往是會劣勢的情況喔 所以Z40這邊可能還要繼續走強攻路線 這裡轉出了工兵 平總點下 看一下這一波喔 兩邊稍微看一下 要打了嗎 HERA想上高地 但我覺得不會打起來 原來HERA沒有品種 他一定有先檢查一下Z40的弱馬有沒有品種喔 這邊看起來是有了 HERA這邊更不可能打 只能稍微用村民 敲文木牆防守 弓箭手趕快去射前方蓋房子的村民 HERA這邊要等下異防還要等下品種 現在 HERA 劣勢情況比較多 一攻的話沒有打算補 要直接上了 等個品種好 往前開打 這一波 Z40血量上是劣勢的狀態 HERA的洛瑪有8隻 Z40 就馬已經快要倒光 工兵還剩兩隻 剩下一隻刺猴 工兵也被圍巢搞定 Z40前線部隊全部死光 好 這一波看起來 Z40把自己的弱馬全部送掉了 有點可惜喔 那如果剛剛是把弱馬全部撤走 用槍兵跟工兵手繼續留下來讓他打就好啦 這樣子的話 Z40就不會損失掉自己的前哨 這個機動性部隊喔 現在Z40決定要走工兵路線的樣子 結果這邊要硬撕嗎 這裡沒有一弓還要一打 哇 這樣HERA會很虧欸 哇 虧爛 4隻肉馬 掉光啦 哇 我覺得 不是很丟啊 這個HERA這個換 並不划算 8隻肉馬 會換到只剩下一隻 通常要打的話 也是要等到有一弓的時候 再打會比較好 好 那兩邊就回到了都沒有軍隊的情況 Z40這一波交換非常划算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Z40這裡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很有可能是要來走馬功了喔 品種都已經點下了 那待會應該會繼續走馬功路線 那木頭這邊要多配一點 所以這邊要先把木頭給布好 Z40先把木頭給布好了 補下了一個新的拔木場 減少這樣村民來回的移動時間喔 好 Z40這邊是繼續按弓兵 馬功沒有繼續想要按的意思 先走一個蓄弓兵 存小弓 待會轉騎士配弓兵 或者是駱駝配弓兵 都是很適合的 好 一上去 HERA直接點下清奇兵的升級 Z星則是點下二級色 還有奴兵 還有駱駝 正常的反馬 的弓兵配置 那波蘭這邊是清奇兵點下之後 連開甲也點下了 點的速度很快 波蘭的清奇兵跟品種 食物都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省下的肉 都可以多按幾隻清奇兵 或者自己的 機動性的優勢 或者是兵力的優勢 那我覺得波蘭人現在打起來 還是比較偏向於 騎兵路線 有人說他比較偏弓兵 但我覺得 騎兵才是他的主力啊 那會說弓兵的話 也有可能是因為 前行不太好控碼 選擇打弓兵反而能打出優勢的情況 波蘭也是會有時候會看到的 好 這裡波蘭人點下了二級色 但是波蘭這時候就很尷尬 到底該不該按騎士 那如果這邊按騎士的話 問題就是 沒有辦法 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因為現在還沒有貴毒特權 那對手這些弓兵怎麼辦呢 那對手這些弓兵怎麼辦呢 最好就是用這個 工程器製造所 或者是 使用森履去反擊對方弱兔 前行兵還是得出一些 就去給壓力 所以我覺得在前行的部分 波蘭人可以直接走一個 前行兵配工程器 森履的部分 就會很好壓制對手的 進攻手段 好 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3TC要繼續農 好 這邊弓箭手往前 結果被 HERA抓到了一個機會 但是 洛途馬上上來輸出 打掉了大量血量 一半的血量 清洗兵就沒了 好 這裡村民就只能跑 這裡沒有拉一條線防守 好 直接到下方牧區休息 但是 HERA這邊是為了鞏固農田熱淚 所以並沒有馬上補下 那工程器製造所防守 這個壓力很大 空間手過來想要點 結果招牆到了一隻駱駝駱駝 這個半圖直接被打死 哇 這個駱駝的血量掉的有點快啊 HERA現在不補工程器製造所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想要偷 繼續偷經濟 你給的壓力不夠多 所以我就不用補工程器製造所 那確實 這一次你也不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工程器製造所 會不會有走到哪裡 投死車就出來拍個微笑 工兵全倒光 僧侶就開始瘋狂招牆 或者是直接漏馬上來開始A了 但是G4這邊是開始轉成馬功 有馬功的話反制僧侶就會比較輕鬆一些 僧侶直接被射死來不及招牆到 力士林這邊還在用工兵反擊僧侶 但僧侶在後面開始招牆又遭到了一隻駱駝 這一波打下去 力士林優勢開始變得很巨大 因為HERA的兵力已經全部倒地 只剩下兩隻僧侶在場上 怎麼辦 這波看起來偏兩 繼續補馬嗎 喔唷 那 這位3000家的玩家 有點 有點硬了喔 繼續補馬 G4這裡馬功 應該可以射重重 好 好這裡點下了二級農田 所以這裡也開始把經濟給布好 那 HERA這邊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二級伐木也點不下去啊 好趕快再繼續多灑農田 開始轉馬 有 踩石頭了 那待會城堡就可以補在這個位置 好會是補在這個右邊的位置 我是覺得往前補會比較好 這個位置可能不錯 或是這個位置 那不管是哪個位置呢 都是對HERA來說 守住門面喔 一個好方法 也可以守住大莊園喔 好這位是村民 前半被剪掉 用三居虛感 HERA不管有沒有貴族特權 選擇了開始按騎士 好這樣有點貴喔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沒有兵力就完全沒有辦法跟對手交纏 互動 就只能一味的挨打 所以現在 Z40要就去給 HERA更多壓力才行 好不在右邊的高底 OK 那Z40現在馬功過來 HERA現在 騎士 稍微拖一下時間 燈寶蓋好 在村谷擺肉 好就貴族特權了 就可以瘋狂按騎士了 好那現在 4個馬就 繼續爆馬 這些木場不用了 這些木場會阻撓我 去蓋大莊園而已 現在HERA想法很明確 就是我要農起來了 好貴族特權點下 好貴族特權點下 那現在Z40 肯定要繼續 用馬功 路線壓制 但是 有打算要轉蒙古除起的樣子 石頭已經開始在挖了 那馬功路線 還在繼續按 現在來到15隻的數量 15隻的數量還是 給到很好的影響力 好 往後拉 這裡想要圍 馬功想要走進來 騎士在後面 露水哥在後面 HERA就不能打 這裡 騎士 被露駝反打回去 現在HERA 在屯騎士 好 招想到了一隻馬功 右邊的部分 也有一隻 好 D40現在 彈道學也點了 現在 馬功科技 已經 屈穩成長 那加葵 先點個帝王時代 先過一下吧 然後 整個城堡 會比較好 那現在就是 HERA的進攻時間了 現在 騎士 非常非常便宜 基本上有肉 就有足夠多的騎士 好 這一波 HERA第一時間 並沒有進攻 反而是被招牆掉了 一隻騎士 好 現在 D40的兵力 也很猛 現在很難打 但是 波蘭人 現在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如果 你在這個時間點點下 貴族特權 那你開始 暴兵 對手通常這個時候 已經點 帝王時代了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 HERA這邊會怎麼去處理 對方 帝王的優勢 好 現在 肉類呢 還可以賣 79塊錢 肉還是 基本上是原價可以賣的 現在 DK0 現在等 帝王時代升級好 好 好躲過來 看一下 這波應該有會 有可能會打起來 握手先招翔 後面的村里也在招騎士 第四零看到這波大量騎士淹過來 有點快要招架不住 哇好多的騎士 但是 ERA 有點兇 直接A做完事 第四零的部隊全部被吃乾魔忌 好機器人這時候開始轉蒙古突騎了 那蒙古突騎這邊轉出來 待會就會比較舒服一些了 不管是待會要打對方的騎兵 或是弓兵 就會有優勢 除非轉戰矛 轉矛的話 應該也是能適著穿 因為破爛人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所以基本上蒙古人只要出蒙古突騎這個單位 就可以屌打破爛所有的兵力 BM都沒有三級 鎧甲的關係 都很容易被射穿 好這裡馬公再過來看一下 呃呦好多騎士 再繼續招 這塊附近該怎麼守呢 想要來蓋城鎮中心 但是村民已經出發 沒有插到趕快取消 村民要拿回去嗎 欸村民怎麼還在往前走呢 這裡是想壓寶嗎 不可能吧 這裡應該是還沒有取消 村民的移動軌跡 還是要繼續重新蓋下 城鎮中心 重新蓋下 不管了 蓋就對了 啊 好破爛人這邊 帝王時代也點下了 現在時代上路或者有點多 但是用這坨騎士 可以爭取到一些 升級時間 給對方一些壓力 對方不過來 我就可以很好升級 但要是波蘭這一波騎士送光的話 壓力就大了 好這一波看起來 菲拉已經 躺不住 騎士要送光了 好蒙古圖形也慢慢在量產當中 沒有再繼續按了嗎 還是一般的馬弓 產的比較快 現在 機器人需要 穩定的兵力來源 目前 破爛人的城堡都放在左右兩邊 去防守自己家裡 後面往前插 第三根城堡就很有可能會插在正面 這個賭金跟復金 也要想個辦法 給空下來才行 好第四零已經把自己的復金給拿下來了 接下來也開始在轉星騎兵了 好這裡點下了三弓 先升級大肉馬 而不是重裝騎士喔 這就有意思囉 先升大肉馬 雖然大肉馬現在升級真的很便宜 300肉跟800黃金 但800黃金依舊是個大數目 到底是那個金冠呢 烈克提克遺產 有機會點下嗎 好像可以點 要點嗎 哇點下了 那如果這邊有三弓 又有金冠的話 這些馬弓 就有機會可以處理得掉囉 好 破爛人的命脈 大肉馬 還有烈克提克遺產 Kera 多的時間點點下 但我們可以看到 就算這個時間能點下 還是被壓制住的情況比較多喔 好放出來有三弓 雷波大肉馬出場 駱駝 開始往後拉扯 想要保護馬弓 但是馬弓還是被貼到 好 雷克提克遺產已經好了 打馬弓的時間掉得很快 Kera這邊的部隊太狠了 直接把駱駝全吃 後面馬弓也全部殘掉了 哇這就是AOE傷害 太可怕了 你居家一息 就會被我踏過去 這不是 突然的 踐踏大肉馬 踩踏就完事 好這邊肉馬又找到機會 可以打到馬弓 但正面部隊 已經被警告有點多 肉馬地區往前 好Kera現在在補出了二級車 有更多肉馬 解掉了非常多的馬弓 哇這裏知道解了十隻馬弓有了吧 突然的大物馬傷害就是這麽的高啊 右邊有少量的騎士隊 但是被城堡攔截了 只剩下一隻騎士 溜到了後排 兩隻騎士才對 上面的話 開始蓋燒爛看一下你的野精的部份 水流的第四銀 也是把城堡補在家裡 現在兩邊 城堡都往家裡補 都沒有補中線 那這個也是我們頻道上之前有講過的 這個打法 最主要是可以 讓自己的城堡 確保住 而且可以守住自己 不被對方大洛馬騷擾 或是 反制一個很好的手段 但確定就是 沒有足夠的基地 可以維持戰線 好Kera這邊已經 一直到 鐵靠大洛馬 是沒有辦法解決蒙古突起的 蒙古突起 他的傷害才是很高 總共是12點傷害值 而且攻擊速度不快 洛馬的話基本上是扛不住 只有4點防禮 雖然洞裝騎士也差不多 但至少洞裝騎士血量多一點 好 好 好 這裏 突然還在繼續安洛馬 Z40這邊的 弱駝 加上 蒙古突起 壓力給的非常十足 Z40要來過來蓋城堡了 好洛馬開始桌線騷擾 好 好 這一波Z40並沒有把自己的駱駝跟蒙古突起 往到裡面去燒了 好想要來蓋城堡有機會嗎 洛馬再次放出來 Ara鴻田來到了88片田 開始反推 究竟波蘭這次遇到蒙古 會不會再試著毫無波蘭呢 Z40的蒙古壓力 給的非常大 Ara現在落馬繼續補 後面補下一個新的神寶 看起來Z40有點炸裂 他的兵力有點炸裂 非常的紅 好強好強 還有駱駝 這個重裝駱駝 打到這些肉馬不要不要啦 好像三到四道就可以砍死一隻了吧 要五刀是不是 看起來是五刀 五刀砍死一隻肉馬 這是駱駝最可怕的力 好那現在 往回啦 後面書切往後啦 現在來破爛人 然後再想辦法 去解決這根城堡 Hera現在有蓋根堡 想要控黃金 欸有控住喔 但是 Hera這邊的黃金也快來到極限喔 這邊劇情投石要是走個不好 黃金就消耗得非常快喔 算是現在自己的主金也被控住了喔 現在Hera只能靠這塊附金 勉強過火啊 好就跟城堡蓋起來 第40也在中間的高地開始補 終於要建立中性的戰線了 好那現在三級攻也點下了 現在第40 可以穩了嗎 47隻的肉馬 想要直接去逼滴 比斯林 一定要派點兵去防守 不然自己可能有點難擋不住 但是如果兵力派的太多 Hera這邊又會再聚集一波兵力 去直接手撕兩台巨頭 所以這邊就是鬥智動武的時間了 喔結果這邊又是怎麼樣 欸怎麼一個回頭大洛瑪跟洛瑪都死光了 又來一個突然反馬槍抓掉了 第40回來的兵力 好這裡大洛瑪傷害症太可怕了 數量直接屌吃洛瑪 洛瑪又被吃乾抹進 大洛瑪數量就是這麼的麻煩 一旦堆疊起來 正面反擊洛瑪數量夠多就沒問題 但問題來了 Hera真的只能靠肉馬打嗎 沒有打算要轉兵嗎 等著戰矛之類的 那看起來他就是沒這個意思 好就是巨頭再稍微打一下 直接砸蒙古突起 你的巨頭怎麼砸到了 東西更點得不太一樣 好OKOK這邊又砸回去了 砸到正常的重頭 巨頭C 好那現在破爛人 完蛋了 這兩個巨頭要被剪掉了 Hera最多的 利盡的巨 與蘑菇突起傷害有點猛 但是沒有直接點掉最多一台 但是Hera正面的城堡 快要招架不住 已經沒有城堡了 蒙古人 在這裡展現出了非常強大的殺傷力 七十八隻擊殺 來一個我殺一個 不愧你是福壽羅 又就另當別熱了 但破爛凱真的是福壽羅 他真的是 一直生一直爽 沒有在跟你挺 好蒙田來到了114片田 這就是 世紀帝國的福壽羅 要有多少騎兵就有多少騎兵 反正我只需要肉 我也不需要黃金 但其實黃金要按的話也是可以按的 這邊就要看一下自己是靈會不會被消耗在技能 黃金的部分雖然還能在扛 先想要直接手撕 巨型投石機 大洛馬上來 開始打到蘑菇突起 蘑菇突起的血量開始往下掉 二次掉下去不多 後面的駱駝加洛馬擋住了一些傷害 最後是保住了兩台巨型投石機 第三台 好這一波衝完之後 再存下一波 但是左邊 Hera家的地方 已經被漏馬 跟這些駱駝騷擾到了 Hera趕快收穿 這裡 農田沒有辦法正常運轉 就沒有更多漏馬可以出 好 要除了守住正面戰線以外 還要多線進攻 控住你的農田 這就是世紀帝國 現在這裡最難打的地方 要一直多線 差有機會啊 正面還要一直用馬弓去操控 支卡位 才有可能擋得住 好但是農田有點被怕到有點糟糕了 村民有點下降的多 趕快補一些村民 趕快補村民 好現在全爆血量 有點 危險了 要不要拉個村民過來說理一下呢 趕快修 這一波要硬上了 殘寶往前 後面大洛馬開始跟上 這一波要把麗士林的 全部的 蒙古徒鞋吃光了嗎 大洛馬直接撥破往前包 一直在砍 擴散傷害效果實在是太痛 麗士林的蒙古徒鞋的血量掉的有點快 欸這裡怎麼在發呆 完蛋了完蛋了 第四領的主要部隊居然要被蒸發 喔 這一波好像 躺不住 瑞士林剛剛被包的有點慘 巨型頭七最後是拿下 但是後面的城堡也拿下來了 好重新補下了一個城堡 好這裡有機會可以摸到巨型頭七 下來了 拿下 搞定 OK拿完之後往回拉 我們這個城堡防守 但是這個城堡還沒有好怎麼辦怎麼辦 很慌 第四領 現在還有更多的黃金可以產出更多的蒙古徒鞋 這一波 HERA也是用了全身的資源 去對應祭司林的大量部隊 這一把 祭司林難道要拿下 HERA了嗎 人家才剛上3000分 難道你就 難道你就 要讓他變成不是3000加了嗎 OK這一波 洛馬繼續往前 HERA的農田 開始有點扛不住 後面又再去撒了更多新的農田 現在HERA看起來是有點 兇多吉少 連自己的祖金 都被祭司林給開挖了 以上3000分 就要 殞弱了嗎 台灣高手 祭司林 托蘭人 遇到蒙古人 蒙古人 還是優勢很大的 好 現在 HERA要做的事情是要再把經濟再農回來一點 要找辦法 想辦法再把這個肉 再穩起來一些 現在太多農田 沒有辦法正常跟做了 肉類的獲取 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肉類的 沒肉麻 再擋一次 右邊肉麻溜進來 HERA這邊沒有擋住 哇 這個多謝 肉類的獲取 畢士林打得非常好啊 這一波衝進來開始砍 現在HERA的肉麻 已經來到了32隻 現在肉麻繼續輸出 好 call 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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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已經打了將近快20分鐘 現在HERA還是能出肉馬 但肉又開始慢慢穩定到了70幾片田 但是村民數量還是沒有回到剛剛的巔峰100多片田的時候 那現在HERA要繼續連過去花黃金的村民 ok 這一波村民直接踏爛 哇 競爛大落馬好強 但村民一減少就意味著Z4的部隊就更多 好 這裡搶檢生物直接一個攔截 解掉巨型投資機 Z4這個部隊看起來是十拿九穩了 怎麼輸 我完全看不到Z4輸的可能性 喔 有了嗎 這個大落馬往後溜 這個有機會 這個大落馬 等一下Z4前面部隊能夠拿下HERA嗎 到底是HERA先倒還是Z4先倒呢 看起來HERA會先倒喔 Z4應該會WIN 應該WIN了吧 會贏喔 完了吧 這個打掉這些肉馬 蒙古圖琴無雙怎麼輸 好 我們一波交戰 這波交戰用駱駝擋住 Z4防守做的不錯 沒問題Z4要拿下HERA了 HERA看起來是兇多居少 看來所以沒有辦法 打贏蒙古人了 波蘭人 正是遇到蒙古 是天敵啊 天敵文明 好 這裡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現在落馬的部分 繼續出 但是村民宿只剩下105村 HERA的村民宿一直沒有滿人口 一直沒有滿人口 所以發現到成功性有點太少 HERA現在要進攻也很困難喔 而且村民一直被抓 哇 村民根本沒有辦法穩定起來 這裡又一波落馬又溜了進來 HERA 聞到GG的味道了 Z4多線打了十分漂亮 正面的壓力也給的非常充足 對 要轉衝車直接頂掉了 好 轉大衝車 肉馬繼續多線 台灣高手Z4 就拿下世界冠軍了 蒙古的威力 實在是非常兇狠 欸 這波怪怪的欸 你怎麼走在人家臉上 大洛馬直接一個高打滴 欸 欸 欸 情況有變 欸 大洛馬突然 又行了 這波包起來打 G4的蒙古血量掉的有點多 不行不行喔 但是好像又沒變 後面的村民已經拿光 好像沒問題了 G4穩了穩了穩了 這個風向有點亂 我也看不太懂 看著這坨超危險的 但是HERA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G4拿下比賽的勝利 G4這把打得很精彩喔 最後是由G4拿下比賽的勝利 那HERA在3000分之後 我也不確定他現在是幾分喔 但以數據上來看 3000分是 11月26號的時候拿下的喔 好像是幾個小時前的事情吧 等於說G4這邊蒙古玩的真的是不錯 那個蒙古圖其實數量一直有穩定起來 而且駱駝跟肉馬一直有在多線進攻 那這一點對於HERA來說是相當害怕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HERA拿下 15上的勝利 贏了大概2萬3左右吧 2萬2左右 G4這邊是其他資源都會贏喔 黃金贏了一倍啊 黃金直接挖爛還有5勝5 怎麼輸 這個要是再輸的話也太神奇了 但是為什麼G4打成這樣子 也是因為他的轉兵跟他的升級時間喔 有抓到一個很巧妙的時間點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